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要去看你妈吗 唐舟好像是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惊慌中带着巨大的惊喜 小夕 你不是在跟爸爸开玩笑吗 唐亲摇摇头 爸爸 我今天看了一部电影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看 好 好啊 唐舟还没从这天大的惊喜当中回过神来 自打女儿懂事之后 这是第一次她愿意主动接近她的母亲 妇女都沉迷于电脑科技的唐家 自然少不了许多高端的电子设备 唐亲把投影一架好 点击了播放 客厅里十分安静 妇女俩坐在沙发上 静静地等待着电影的开始 唐舟不时看一眼身边的女儿 有种非常梦幻的不真实感 好像只是一夜之间 她的女儿长大了 爸爸 开始了 唐亲提醒 唐舟急忙熬了一声 拿起桌上的啤酒喝了起来 心情好得响起飞 这部电影是唐亲演的 唐舟喝了口啤酒 盯着屏幕有些惋惜 可惜了 那么好的一个演员 就这样香消玉云 听说他开追悼会的时候 锦都的交通都堵塞了 这年头有实力的年轻人很多 可有实力又脚踏实力的却很少 唐亲当初的辉煌不是一朝一夕造就的 一方面是他天生就是为演戏而生 另一方面也是他聪慧努力 明明站在高峰 却仍像新人一样刻苦打拼 唐亲演的这部电影叫做 《只因我爱你》讲述的是一个年轻母亲的故事 年轻漂亮的书院来自大城市 却爱上了简单善良的农村小伙子庆生 书院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了庆生 两个年轻人相知相爱 想要打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可不幸却在他们的孩子三个月的时候降临了 庆生得了绝症 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之后 离开了人世 书院一边照顾着孩子 一边面临着巨额的债务压力 书院很漂亮 上班的时候呢 总会受到各种骚扰 他换了无数个工作 但每一份工作都是因为他太漂亮了 而无法继续下去 就连村里的单身汉都对他这样一个漂亮的寡妇 打起了主意 书院为了将孩子养大 又不想出卖自己的灵魂 一怒之下用刀子划伤了脸 成为丑八怪的书院 只能做着最下等的工作和捡垃圾 靠着微薄的收入支撑着他的小家 但是长大的孩子 却因为母亲的丑陋和低贱的工作而排斥他 不让他参加家长会 跟同学介绍说 书院是他家的佣人 儿子考上了大学 交了女朋友 花钱大手大脚 书院怒斥之后 不再给儿子多余的零花钱 儿子扬言要跟书院断绝关系 书院伤心大哭 儿子因为抢劫 跑到家里躲藏 书院痛心疾首 第二天便去公安局举报了儿子 他说他没有能力教育好自己的儿子 却不能让他这样继续走歪路了 儿子出狱之后 有好心人资助他一笔钱创业 儿子努力工作成了大老板 可他一直找不到当初资助他的恩人 儿子几年之后看到有人在路边捡垃圾 旁边的车上坐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 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于是他连夜回家乡寻找书院 可他们的房子已经溢住 而他的母亲已经在三年前病逝了 原来书院当初卖掉了自己的房子 给儿子创业 但是书院自己呢 却身患恶疾而不得治 最后郁郁而终 电影的最后儿子跪在书院的坟前痛心疾首 老村长对他说 哪有什么大恩人 这世上肯为你一位付出 而不求回报的人 只有你的母亲呀 他牺牲了自己的青春 自己的美貌 自己的健康 只意味他爱你呀 屏幕上年轻貌美的书院在花田里微微一笑 那一抹清新的笑容 如同温柔的手 抚摸着受伤的灵魂 画面渐行渐远 结束的音乐响起 唐舟沉默了一会儿 拿起一张纸巾 擦拭眼角 他付出一切 只因他爱你 只因我爱你这部电影 体材非常普通 但是唐沁不惜变丑 自毁形象 从年轻的书院 一直演到五十岁的书院 无论是哪个年龄阶段 他都能准确地抓住人物的形态和心理 表演深切到位 感动人心 也凭借着这个片子 唐沁斩获了去年的三个影后 其实 唐沁是想要借着这部电影彻底转型 他以前拍偶像剧和武侠剧居多 像这种取自于真实故事 更贴近于观众的剧 他是第一次尝试 没想到一曲便取得了成功 也彻底奠定了他在娱乐圈 无可动摇的黄金地位 这部电影 唐沁自己都看了许多遍 今天再看一次 依然觉得很难受 从唐紫熙到唐沁 这是他生命的一个转折 但对别人来说 也是一样 所以他不能转变得太快了 就算要变 也要找一个合适的正当的机会 想修复和乔曼之间的关系 一个看了电影 而被感动的女儿 还有比这个更好的理由吗 唐舟擦了擦眼角的泪 望向女儿的目光充满了感动 小夕你要知道 无论你妈妈做过什么 她都是你妈妈 她比这个世上任何一个人 都希望你好 都要爱你 唐沁沉默不语 但是已经没有歇斯底里的反驳了 这让唐舟十分欣慰 好了 去睡觉吧 明天还要上学呢 唐沁乖乖地回到了房间 锁上门 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电脑 她快速地在几个画面当中 寻找荣熙川的影子 最后 在放映室里找到了她 她和她一样 也是在看电影吗 男人已坐在宽大的沙发中 神情寡淡 似乎这世间万物 都无法引起她的兴趣 荣熙川的手中 把玩着一支玫瑰金色的打火机 深邃的眼睛 如同浩瀚的宇宙 雕刻般的五官 隐没在半明半暗的光影中 居中偌大的屏幕上 正在播放着一部电影 那是一部时代气息很浓的电影 女主角因为没和男主角 而登上同一辆火车 而跪地痛哭 她知道 战火纷飞 国魄家王 这一别可能再无相见之日了 那种痛苦到绝望的表情 淋漓尽致 宛如洪流 感染着周围的一切 都在渲染玉气 隔着屏幕 唐庆看到了自己 那个跪在地上痛哭的自己 这是她留下的最后一部电影 《两声列车》 这部电影拍完之后 还没来得及做宣传 她便发生了坠海事件 而她上网查过这部电影的票房 单日破译 迅速成为国产电影的票房冠军 还有比如日中天的 唐庆坠海更好的宣传方式吗 这样的票房也在预料之中 唐庆的心头涌起一阵凄凉 目光一眨不眨地 盯着屏幕那端的男子 在她离开的这半年 她一直都用她的电影 来慰藉她的思念吗 电影结束了 男人静静地看着翻滚的字幕 不知道过了多久 她的眼角轻轻弯起 凝成一抹悲伤的弧度 久久扑散 唐庆直到入睡时 眼前仍旧是荣熙川那深邃 可以把悲伤藏匿到 无人窥近的眼睛 唐庆认识她这么久了 荣熙川身上的落寞和孤寂 她比谁都懂 也比谁都心疼和难过 我爱你 却真的隔着屏幕偷偷去看你 阿四 你知道吗 我真的真的很想你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庞白君和荣熙川的CV 莫叶 我们下集再见咯 我们下集再见咯